爸 加油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你 什么时候妈就有老善家的包了 我问你 你这孩子越学越坏了是不是 整天边瞎话 你顺嘴瞎说 家里家外的妈妈怎么做人啊 这是跟你舅舅瞎说 要是要外你知道了 妈死也说不清楚 你要是再敢瞎说 看妈妈在伤你嘴巴的 让你瞎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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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瞎说 行了 你干吗小孩子 贤俊 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 好孩子 不哭 好孩子 你告诉舅舅 刚刚在楼底下 你跟舅舅说的 是瞎变的吗 你甭瞎 孩子 我都不用回头就知道你傻表情 你弟弟是干啥的 就这点事瞒得了我吗 这个墨镜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是你姐夫的墨镜 你个孩子你不听话你 胆子大到天上去了你 那你爸的墨镜娃 我要爸爸 我想我爸爸 我要爸爸 不要你不听话你 爸爸 干吗 你干吗呀 追我 给我出去 你不是我弟弟 你把沈犯人那条拿来沈姐 是不是 出去 给我滚 从今往后 咱们俩一刀两断 走 滚出去 搭上那臭帮子 出去 进 出门镇 进 进 订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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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点水 干什么 怎么样 满满东西 路上没人 就一拉洋车的 发疼 那个拉洋车的 是仙兵队的爱上 一会儿 他如果妨碍我们 就打孕他 你把我们都带了 刘警长才知道吗 他们咋知道呀 刘警长不发话 我哪敢调动你们几个呀 刘警长去哪儿了 我们怎么没见到他 他生病了 在医院呢 山师傅 山师傅 客人起来了 谁呀 车间里来了鸡活 段里排下车接你去看看 车就在院长等着呢 我们等你啊 一把门把那客带的一班长给辞了 那好叫的睡不睡 行 你班长烧好了 睡吧啊 走吧 好 走 哥几个 这怎么回事 怎么 药红车不 哎呀 肯定给双份抢 哎呀 三个万一 平安无事喽 小心火转 哎呀 哎呀 他妈的 老子是先兵队的 他妈的你敢打我 我明天把这皮扒了你 他妈的找死你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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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我看你 太局 太局 人弄回来了 在哪儿 在楼下的三号审讯室呢 从山中祥被捆起来那一颗气 他并没有觉得很意外 一路上他想起了刘花勇跟他说的话 李警官 这是干啥呀 本来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让你来问问话 可你们满铁大行 非他妈整得那么邪乎 让大家晚上觉都睡不着 你小子啊 现在谱也大了 成了满铁的红人了 这车接车送的 还武装保卫呢 对于我们警察署啊 也不分了吧 哪有啊 李警官啊 我从来不敢不待见警察署 你说那车接车送的 还武装保卫 那跟我有啥关系 那都是我们班长杜鞭先生安排的呀 别给我听你那班长 是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我说了算 知道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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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知道的 我就问你什么 说什么 你要是皮子发紧呢 就不用这事 由我们伺候着 我 我 我说我啥都说 我什么都配合 行吧 记录 走去 我问你啊 你们满铁还是招工了 招了 段里的头还有领导亲自过来面试的 选招的人都已经上工了 具体谁负责这个事 就我们班长让我负责 别老够我替你们那班长 是你就是你 为什么让你负责呀 那啥呢 上次那个去渣男团不都打散了吗 就我们班长跟我回来了 后来我们班长他住院了嘛 没有人干活不行啊 他就说得赶紧招人 怕误了活 就让我负责的 都去哪儿招工了 去的地儿多了 去那个绿化大队 协和会 学校 还有店业养成所 反正去的挺多地方的 去协和会了 去了 那个段里给开的介绍信 好 谢谢 谢谢